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喝工了又不夠睡? 小心像他那樣,水腫到口腫面腫 水腫是因為大家會吃得太鹹 或者因為不夠睡等等 引致有些水份流在身體 另外就是睡覺睡得不夠的話 照早起床時會見到自己口腫面腫 就是因為真的有一點水腫 如果睡覺不夠的時候 沒有足夠的時間給腎臟 幫我們排走廢物和水 個人就會有些水腫 如果我們吃得太多鹽份的話 即是一些蠟質 它在身體會黏著一些水 令到很多水份流在身體裏 就造成水腫 即是平時汁都混合 食麵又喝完碗湯 連碟豉油都不放過 想不腫都不行 營養師說多吃高甲質食物 是可以去水腫的 甲質可以排走身體裏 多餘的鹽份去水腫 其實在細胞裏 甲質進去的時候 蠟質就會出來 甲質豐富的通常都是一些蔬菜水果 例如香蕉 奇異果 牛油果 另外還有椰菜 紅蘿蔔 番茄 特別高的就是紅菜頭 紅菜頭可以用來煲湯 記住連葉一起煲 因為葉的甲質都非常高 另外紅菜頭裡面的甜菜紅 都是一個非常強勁的抗氧化營養素 對於女士來說 想而緩老化 保持年輕的話 就記住吃多些 另外有些是跟飲食無關 純粹經期前後的生理性水腫 不過過了經期之後 水腫就會自然流失 說到底 都是不好吃那麼鹹 一日最多最多一茶匙鹽 即是與其你特意吃多些高鴿質的食物 去幫你排走多餘的鹽 不如由一開始的時候 你吃少點鹽就好過 phen這樣 五塊 四塊 五塊 五塊 五角 感谢观看